《耶稣》 各位早晨 欢迎收听本年度神中科 耶稣 我每一能求告的名 今天是6月24日 題目是審判全地的主 敬文记作在《以弗所书》 5章27节 可以欠给自己 作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尖污 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胜结没有瑕疵的 来明说到 人们在地上法庭判缺事 所表示最深切的关注 只能隐约地 说明在天上的法庭中 所有的情绪 那时 在審判全地的主面前 凡记起生命策上的名字 要一一被检视 我们神圣的宗保 要为一切 恩信赖祂的补血 而蒙赦面 并胜过罪恶的人代求 令他们可以回到伊甸古乡 并带上冠冕 与他同作猴子 承受从前的权柄 撒旦曾尽力欺骗 并试探人类 想要破坏上帝 创造人类的计划 但是基督现在却是 请求上帝实行祂的计划 好像是人类从来 没有犯过罪一样 祂不单为自己的子民 要求完全的赦免和称义 同时也要求他们 在祂的荣耀里面有份 并在祂的宝座上 与他同坐 当耶稣为祂蒙恩的子民 代求知时 撒旦却是在上帝面前 控告他们 是犯罪作恶之人 这个大骗子 曾切发令他们 他们怀疑圣经 不信靠上帝 与祂的恶隔绝 并破坏祂的律法 现在祂更指出 他们身平 纪录上品格的虚险 令救属主受辱 不止祂的行为 以及祂引诱他们 去犯更多的罪 为这一切 祂宣称他们 是祂的子民 耶稣并不否认他们有罪 但是祂却指出 他们的参悔和信心 并为他们祈求赦免 在天父同众天使面前 举起祂那只受伤的手 说道 我按明认识他们 我已将他们明刻在我的掌上 上帝所要的祭 就是忧伤的灵 上帝啊 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寒 祂又向 那控告祂子民的话 撒旦啊 耶和华扎比利 就是挑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扎比利 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 基督将自己的义披起祂中心的信徒身上 将他们奉献给祂的父 作过荣耀的教会 毫无沾污 就民等类的病 记载在 善恶之真 原云483484页 今天 深入思考的问题是 既然基督站起我这边为我辩护 我为什么有时会害怕审判呢? 今天的分享到此 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拜拜